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阿西撞球時 這三個球是在同一條直線上 那現在阿西要把這個球撞到這個球 不要撞到這個球 所以他必須打到這個牆壁 再緩彈回來 讓他撞到這個溪 那現在他問說 那麼阿西應將瞄準球台邊緣 這球台邊緣 離低一點距離多少 就瞄準這距離 這一點到達這一點距離多少 才能夠打到C 好 那你這個撞上去的話 路射角會等反射球 撞上去的話 路射角要等於反射角 剛好要撞到C 路射角就是這個角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路射角跟反射角 這九直 這個也是九直 所以這兩個角要一樣 那這個是直角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就相似 那相似以後 就對應邊緣比例 對應邊的話 這一段我叫做X 那這一段的話 就是16直 或者是說 因為他對應邊緣比例 這是5比3 所以這也是5比3 這叫5K的話 那這裡就叫3K 那現在我就問3K等於多少 3K的話 這個是撞擊點到達低點的距離 好現在呢 16等於多少呢 等於3K加5K就8K 那K是等於多少 K是等於2 K是等於2 那K等於2的話呢 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3K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3就等於6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6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6